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同样一个道理 是从伐藏比丘 那种真诚慈悲心里都生出来了 变现出来的 真诚慈悲心是因 参观一切诸佛查图里头 屈长时短 这是语言 他不念这些散火道 一念你都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极乐世界就没有散火道 如果你念头有这个东西 有贪嗔痴 他就有散火道 没有贪嗔痴就没有散火道 一切发送心向神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 那我们每一天念头里头有贪嗔痴 就知道我们在建造散火道 我们能把贪嗔痴断掉 没有贪嗔痴的念头 你就决定不读散火道 人的念头要善 不能有自私之力 有自私之力 就有善途 齐心动念 为别人 为一切苦难终生着想 至少来生是人天道 不会做善悟道 人过分为自己作想 不是好事情 所以佛门 八万四千发门 每一个发门 都叫你破神界 不要执着这个神生活 你才能入门呢 你看小臣许多幻 许多幻怎么整他 五种 建货 断掉了 就整许多幻过 不是你在佛法知道多少 知道多少 没用处 那是解悟 不是正物 正物都放下 解悟是看破 看破之后 你要放下 你才能够整得 其如啊 入这个境界 你要不放下了 你不入境界 那修佛 很多都懂得 晓得这个事情 做不到 那就是 他停留在解悟 他没有办法 正如 信 结 行 正 他只有解 他没做到 入不了境界 那下 希望你能够 靠近 不停 我 听得到 能够 你 不停